假如野外老虎加速朝我跑来,我也对着它冲刺,它会不会愣一下? 虽然结局我已经知道了,但我想知道老虎的心理状态,冷酷的外表下是否会掀起一点涟漪? 网友说,首先老虎是猫磕,是没大脑的动物,其次,猫磕胆小谨慎,在其次,捕食者对没吃过的东西判断不了实力在在其次。 老虎都是观察很久才动手,所以你应该突然间张开双臂,飞奔向正向你飞奔并做出捕猎姿态的老虎。 记住要自信让老虎愣神并且自我怀疑好的,首先要恭喜你,你已经成功一半了,接下来打开你的喉咙大声地喊出来,咆哮记住依旧要自信, 不是那种将死之人的雷若身影,而是屠虎猛似的雄壮高歌,这样子老虎肯定要害怕了,第一次见有生物一边跑一边叫,而且气势雄魂,大家准备喝彩吧,你已经接近胜利了,接下来注意重点了, 敲黑板在和老虎相距1.2米的时候,手手拿出早已准备在裤腰上的短刃,然后左脚前伸哪边习惯哪边来,重心放低收缩胸腔减少自己的体积从它下面滑铲而过,用利刃刨开它脆弱的腹部, 恭喜你在它散落一地的内脏与喷勃的血液中,为自己欢呼吧,当然如果老虎胆小停下了步伐转身逃跑, 那记住穷扣墨锥只需默默地看着它远去,让那恐怖的视线永远地缠绕在它心里, 古有木童卫虎一记杀之,有武松醉酒搏杀猛虎今天,你很幸运有了与古人一较高下的技术指导与场景在线, 无需感谢这是每一位热心网友都应该做的事情。